男人都知道,经常开车的司机前列线和那方面都不太好,为了让妻子幸福,我买了个治疗仪,却没想到,这成了我悲惨生活的开端,我叫东子,是一个跑长途的大车司机,老婆温柔心细,还有个九岁的可爱女儿,生活苦点,但是很幸福,然而,看似美好的一切,突然被一个神秘的小视频打破了。 男人都知道,经常开车的司机前列线和那方面都不太好,有时候刚开始就受不了了,所以对老婆,我还是有点愧疚的,这天,睡觉前,我拿出手机,开始浏览颜色网站,打发下时间。 突然,系统推送给我一条广告消息,星号星号男性功能治疗仪,让你一飞冲天,大展雄风,女人笑叶如花,时时刻刻黏着你。 嘿,我顿时来了兴趣,研究一番后,狠心下单买了一台,几天后就收到了快递,正当我拆箱,准备研究怎么用时,叮。 手机来了一条陌生彩,卧槽,这什么鬼? 因为,映入眼帘的是两条白花花的身体缠绕在一起,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看得津津有味,马上就要到进入正题了,直到女人的脸露了出来。 这个发出娇媚喘息,不断扭动血白性感躯体的女人,竟然是我的老婆,马晓兰,愤怒使我浑身血液沸腾,清金暴露,气得我想马上杀了这对狗男女,我立刻找出这个陌生号码,回拨过去,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,请您下次再拨。 冰冷的语音提示声重复响起,无奈,一直打不通,我还在跑长途,再有十天才能回家,无奈,我只能忍。 但,祸不单行,绿帽戴在我的脑袋上,让我没办法冷静,五天没好好睡觉,我出了车祸,坏得时,驾照被吊销了。 好的事,我没受伤,马上就可以搭车回家,摘了绿帽子,我火速坐火车赶回了家,光,光,光。 我愤怒地敲打着房门,门被打开,露出一张温柔充满笑意的脸蛋。 哇,老公,你怎么,我没等他把话说完,啪,啪,啪,我给了他三个响亮的巴掌,把他打倒在地,他的脸颊瞬间肿起,委屈得眼泪汪汪,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这个娼妇还在演戏,还想骗我,不给他辩解的机会。 我直接把手机视频打开扔给他,离婚吧,收拾好东西,马上给老子滚。 我口气决绝地看向他,开门时,他还在装可怜,现在,他竟然满不在乎地站起来,抬起下巴挑衅地看着我,离背。 你这个窝囊废,人家火好,劲大,治得我服服帖帖地,咋了? 你出车三四个月不回来,让我在家汗死啊。 我顿时火冒三丈,拎起酒瓶指着他,你,你个婊子,你还有理了? 这是什么三观,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,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嘲讽我。 我还就告诉你了,我有好几个汉子伺候我呢,要不是看你赚得多,你个废物老娘跟你啊。 很快我们扭打在一起,双方都挂了彩,鼻青连肿,惨叫连连,最终这场闹剧惊动了邻居,在邻居和警察的劝说下,我们没继续闹下去,但这婚必须得离。 我父母早就不在世了,就剩我自己一个人,这些年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地赚钱,都给了这个吃人血的婊子,来打理家务,现在清算家产才发现一分钱没有。 只剩下这个房子,她双手搭坐在沙发。 嚣张地看向我道,说吧,要孩子要房子,只能选一样。 你什么意思,马晓兰,你要用孩子要挟我吗,你配当妈吗? 我愤怒地站起身,握紧拳头,对她嘶吼着,女儿和情夫生活在一起,我怎么能放心,一定会要抚养权,她竟然逼着我,静身出户。 身后转来啰几声,我转头,看到女儿无助,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,哽咽着不敢开口,她害怕被我抛弃,又不敢求我,我的心都要碎了。 别他妈磨叽了,我大哥还在下面等我那马晓兰不耐烦地说。 我还是选择了净身出户,要了女儿的抚养权,钱没了还可以再赚,让女儿跟人渣婊子一起生活,我也不放心,接下来,我们爷俩新的生活开始了。 我先把女儿送到了寄宿学校,宝贝,相信爸爸,一定会给你好的生活的我蹲下身,摸摸女儿的头,女儿乖巧地点头,爸爸照顾好自己,我不要很多钱,爸爸别不要我就行。 瞬间,我的眼睛就湿了,我心里难受得不行,发誓一定要站起来,车队队长是好人,提前给我结算了工资。 女儿的学费就不用愁了,交代好了一切,我开始重新找工作,可惜天不遂人愿,我连着去了劳务市场三个月,都是一无所获,人到中年,没有学历,驾驶正也被吊销了,只能处处碰壁。 正当我愁眉苦脸地蹲在马路边抽烟,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上,肩膀上突如其来的重量,吓了我一跳。 我立马转过头去看,是我的小学同学李强,这哥们初中没毕业,就去投奔广州的舅舅了,听说混得相当不错。 现在一看,西装革履,皮鞋正亮,头发用发胶固定梳到后面,加个皮包。 真像一个大老板的做派,特别是手腕上戴的手表,那个牌子我还真认识,叫劳力是什么水鬼,去年在我们大老板身上见过,那可是家产上亿的富豪啊,我顿时心生羡慕,哎呀,强子。 啥时候回来的?我立刻站起来,拍了下她的肩膀寒暄,强子冷静地看着我,沉稳低声道,没两天。 她目光犀利地盯着我,瞬间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矮了她一劫,当时我心里还以为有钱了,气场就是不一样,直到后来才明白,我就是她的猎物。 行,回来一次不容易多待几天,我赶紧打哈哈敷衍地随口应声,我还有事先走了,有机会再去,心里想着我俩肯定没有什么交集,两个世界的人,应付完正准备转身离开,没想到却被她叫住了。 董哥,你家里的是我听说的,帮你查了下,那几个人都是混混,小兰和他们也不会有好结果。 你别犯愁,工作的是我帮你。 我一开始听着还挺尴尬的,毕竟是家丑,感觉丢人,聊着聊着,发现她还挺会说话,我自己也没什么朋友。 话匣子一打开,聊了好多心里话,也越来越佩服她信任她,就这样,三天后,我和强子来到了广东,不,现在我叫她强哥。 她说,让我去她那干,一个月给我一万块钱,比之前开货车强多了,可把我高兴坏了,她现在既是我的老板,也是帮助我的恩人。 我很感激她,下火车后,我又辗转了三个小时,来到了一个小村庄,路上,强哥告诉我,这个工作很简单,就是在厂子里做保健品,车子慢慢行驶,停在了一个大院门口,院子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。 十米的黑色大铁门紧闭,强哥上前敲了三声大两声响,好像暗号似的,片刻后,铁门后面脚步声响起,一个老头鬼鬼祟祟的从门缝看着我们,确定来人后,缓缓地打算开大门。 旁边五条狼狗冲出来,对我们嗷嗷叫不停,七八个绑大腰圆,肤色正亮,面目凶狠地壮汉围过来,放眼望去。 院子整体有个两三间平方,连着坐落六七间平方,空地上停了两辆火车,我心里暗道,不好。 事实证明,我想的没错,妈的,一天之后我就知道了,这儿原来是一个智甲窝点,专门骗五六十岁贪便宜的老头。 到达当天,就开始让我熟悉工作,晚上,我出现在强哥办公室里,强哥,这个工作不适合我,我只想本本分分地干活,我还要养女儿,求你你让我回去吧,我不干了。 我好生好气地求他,换回来的是他的不懈和威胁,来了就别想走了,前我帮你打给女儿,赶跑打断你的腿。 一根电棍顶在我的腰上,滋啦滋啦,瞬间我就被电得休克倒地,随后我的手机和全部行李都被收走,醒来后,我只能认命,等待时机。 这一条生产线,有二十多人,我是负责半料的,也是最脏最累的活,还有撑凉,装瓶,贴标装箱等,新人都是从这个开始轮岗,所有人都会了,就顶各个岗位的工作,节省工人数量少发薪水。 制作的东西是市面上常见的伟哥,专门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品,男人都懂,说白了,那玩意儿就是男女床上助性用的,不过这种假药是用淀粉加等比例的伟哥制成的。 我慢慢地接受现实,常常想,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催的男人,媳妇出轨,现在又被骗。 谁能爱爱我啊? 我和这里的工人渐渐熟悉了起来,平时也经常帮助王叔,打算从他这当突破口,王叔,咱们老板有几个这样的场子? 你都给我讲讲呗,我没文化啥都不懂,我好奇问道,王叔是这个村的村民,这整个村都是干这个的,也是互相包庇,他偷摸低声对我耳边说,这是一条产业链,咱们生产,还有个销售部负责卖,接着开始侃侃而谈,销售部都是妇女。 可会勾引了,说完王叔还舔了嘴唇,那猥琐的表情,整得我哭笑不得,转眼一个月了,我不断地观察下,发现逃出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,整个大院里光摄像头就有一百多个,没有任何死角,铁栅栏上还有电网,更别提还有那几条随时会叫狼狗,就在我懊恼逃出去的希望渺茫之际。 厂里新来了个美女,装玲玲,我太高兴了,因为我认识她,她是我和强子一个村的,前两年丈夫死了,结婚多年没有孩子,她曾经是我们村多少小伙子的女神啊。 细皮嫩肉的,脸上红扑扑,个子不高,但是身材好,尤其是胸口那两团沉甸甸鼓鼓的,趁着强哥去办公室的间隙,我高兴上前打招呼。 哎,庄玲玲,还记得我拨? 庄玲玲抬头惊讶地看着我,东哥,你怎么在这?这不是好地方的。 他说完,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,赶紧闭嘴,正好强哥喊我,我转身跟着远处的强哥去了宿舍,接下来的几天,我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他,没有说话的机会。 半个月后,趁着强哥出去送货,灵灵主动到我身边,他面上有点腼腆。 害羞,柔声道,东哥,你咋来了,是被骗的吗? 这里犯法的。 我给他讲了我的遭遇,我是被骗,但是他是自愿来的,他丈夫死后,婆婆重病,没办法,听说这里赚的钱多,卖的好一个月几万块, 明知犯法也打算闯一闯,要不然孤儿寡母的没有活路,他要去销售组的,先来窝点临时待一阵学习学习,我只当他是发小,时不时地帮帮他,看着他可怜,有好吃的也先给他吃, 渐渐地窝点的人都开始拿我俩打去,我也不在意,反正我行得端坐的正,问心无愧。 原以为一切就这样了,谁曾想一杯水打破了我俩纯洁的男女关系,让我们发生的那种事。 月底的最后两天,像老王这种村里的工人都会放一天假,晚饭后,老王鬼鬼祟祟的拿着保温杯进宿舍来,放在桌子上,我调侃道, 哟,偷东西呢。小兔崽子懂个求啊,去财务那领工资吧,到你了王叔笑呵呵的,我领完工资回来,发现老王已经不在了,想来应该是回村了,我在桌旁坐下,晚上吃闲了,拿起水杯,我就咕咚咕咚把水喝没了。 十多分钟后,我浑身越来越热,冲了几次早也不管用,身体渐渐起了反应,看着桌上的水杯我突然想起,我和老王的水杯都是公司发的,长得一样,他肯定拿错了。 我暗骂,这老东西鬼鬼祟祟的,肯定偷拿伟哥原料,打算回家快活。 他被发现,直接融到水里,结果害了我。 卧槽,无妄之在啊。 没办法了,只能靠自己了,我迅速地解开裤腰带,钻进被窝,说巧不巧,紧急关头,我刚要行动,门外响起了娇媚的声音。 东哥,我进来了。 庄玲玲扭着细腰推开门。 我手上动作被迫停下,脸色憋得胀红,煎熬地看他,我敷衍道,玲玲,我不舒服,有事明天说吧,你先回去。 他一扭一扭地向我走来,圆润的一屁股坐在我床边,低身,柔软的手触摸着我的头,担忧着柔声说,东哥,你发烧了吗? 好热,我叫他们送你去医院。 他距离我这么近,女性身体特有的心香,钻进我的鼻子,我差点把持不住,这不是勾引人吗? 幸好,我还有点底线,我迅速地向后靠去,远离他,指着门急切道,不用,你快出去。 我,我不舒服。 庄玲玲疑惑地看着我,还想继续上前,我无奈只好和他摊牌, 我不小心吃了咱们做的药,我不想伤害你,你快走。 只见他呆愣两秒,然后红着脸,娇羞道,东哥,我愿意。 我小时候就喜欢你,总偷看你,后来还拖了没人去你家,你叔说你和马晓兰已经好伤了,我伤心了好几年。 东哥,你就成全我吧。 话刚说完,我还处于震惊中,他就一把抓住我的手,掀开被子,躺了下进来,这,就算是和尚也受不住啊。 接下来,屋子里只剩下床柱摩擦地板的嘎吱声和蒙在被子里的不断喘息,动静整整持续了一夜,我是第二天下午醒来的,宿舍只剩下我自己,我浑身酸痛,不敢翻身,我心里气愤果然是假药。 还有副作用,一天假结束,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,自从那时之后,庄玲玲就一直在躲着我,遇到我就拐弯,不敢看我,我这几天也没有主动找她,不是不想负责,是我在不断地整理思绪,为以后做打算,现在的状态肯定不行的,目前我们俩人都属于在犯罪。 至少也是帮凶,没有未来,况且我还一无所有,还有个女儿,怎么养她呢?一时间我陷入两难,也就没有快速做决定,慢慢地,距离上次已经一个月过去了,一则突发的消息,打破了我俩的僵局,这个消息是老王从外面带回来的,说是其他窝店有个老头一边吃药,一边用治疗仪,结果把命弄没了。 我瞬间抓住了重点,治疗仪,我用力抓住老王的肩膀,语气凝重地问道,什么样的治疗仪,我们卖吗?卖卖卖,都在那种网站上做广告的墙子主要馆那边和销售组。 我的手也越掐越紧,老王甩开我,一脸不耐烦,原来如此,原来如此,这就是个阴谋,我买的男性治疗仪和这里出的一模一样。 墙子负责治疗仪的销售,他肯定是通过我的购买订单信息,看出了是我。 然后给我发了视频,他和我那个当妇前妻的情夫是一伙的,这是给我设套,等着我钻。 我说怎么那么巧知道我号码,又有小视频,那个陌生号码我也一直没查到,这个窝点缺人,国家查得严,他没办法招工,就设套把我骗来了,我好窝呢。 想到这里,怒气充斥我整个胸口,但我知道我必须忍耐,我要好好地设计一下,怎么逃脱,首先,要能联系到外界,这里只有老王能,但是他绝对不会帮忙,否则整个村子都会被抓,还能有什么办法,我急得一直原地转圈,有了。 庄玲玲啊,她很快就要去销售组了,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,顺便我和她的关系也能解决了,又过了五天,强哥回来了,我和庄玲玲来到了她的办公室,她嘴角叼着一根雪茄,双腿随意搭在桌子上,皱眉问道,啥意思,又要折腾了。 我假装不知所措,低头弯腰恳求她,强哥,想求你一下,能不能让我和庄玲玲一起去销售组。 扑呲,她哈哈大笑,来了兴趣地站起身,走向我,手掌重重地派打在我的脸上,一下,两下,一共十个巴掌。 我咬紧牙关,双手握拳,真是羞辱啊,但是为了大局我忍了,我畏畏缩缩地抬起头,跪下,强哥,玲玲怀了我的孩子。 我顺水推舟,把那天我喝错药,又和玲玲发生关系的事情说了出来,玲玲也跪了下来,也许是看在我们同乡的份上,也许是觉得我们翻不起什么花样,逃不出手掌心,竟然点头同意了。 谢谢强哥,孩子生下来,也得麻烦您给起个名字呢,任您做干爹,我掩饰心里的激动,谄媚感谢他,他满脸嘲讽地看着我俩,行了,滚吧。 就这样我们被调组了,销售组在城里边缘,租的城中村小楼,上下两层,也是有人二十四小时封闭看守。 员工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,打扮得花枝招展,浓重的妆容,嘴唇好像吃了血似的,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,胸围大,很快我就知道原因了。 有一个女主管负责教我俩话术,哥哥好,是来找女朋友,还是红颜知己的呀。 哥哥喜欢性感吗? 宝贝,我好热啊,家里的空调坏了,宝贝,好想咬你一口,把你吃掉,诸如此类,就是哄骗男人的套路。 这些女的在各大平台,穿低胸路钩的衣服,进行擦边直播。 吸引一些老色P家联系方式,再聊一些涉及两性的话题,甚至以出对象为由加以引导。 翻看他们工作手机,朋友圈发的全式性用品,有药丸、胶囊、各种道具和功能治疗仪, 所售卖的全部商品,都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,目标群体除了老色P,还有年龄大的老头,真别说,大有人上钩。 五六十岁的居多,听说买过最大的年龄都七十二岁了。 主管,这东西吃了安全吗? 咱们会不会担责任,我小声地问他,他点了根烟,不以为然。 怕傻,一次最多卖他一瓶,顶多不好消化,我都干五年了,啥是没有。 你俩就安心在这干,一个月最少赚四五万提成。 我把质疑憋在心里,培训了半个月,我俩逐渐上岗了,我是难得没办法直播,就零零直播引流。 加上联系方式后,我负责打文字聊,需要语音的时候零零上,说实话,这是我辈子第二次感到这么憋屈, 上一次是看到马晓兰出轨视频,这次是直接看到自己的女人穿着性感,白花花地录着沟直播给别的男人看,一边还要做着媚态。 说着挑逗的话,哥哥,喜欢我这样的身材吗? 哥哥,想吃小草莓吗? 妹妹给你个摸哦。 庄玲玲不断地搔手弄姿,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快速地躲进厕所,蹲在地上,双手插入头发里面,一边自责,一边哽咽。 等我出来的时候,玲玲那边这个客户已经接近尾声了,好的,宝贝,加我吧,我的全部都是你的。 说完关掉视频,转头兴奋地对我说,董哥,你家这个号,看着挺有钱的,可以推全套。 我面无表情,冷漠地没有接话,玲玲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。 他没说什么,有点担忧地望着我,晚上下班,来到了我的宿舍,还没等我说话,他就扑到我怀里,抱着我的脸蛋,酒亲,他在我耳边轻轻地吹气,东哥,给我。 好不好,男人哪受得了这个,特别是胸前被软软的东西不断地摩擦挤压,我把它拥到怀里,手放上去,慢慢地扯着两人身上的衣物,倒到床上,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,随后屋子里充满了以你特殊的味道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开货车不久坐了,还是上次吃药的事,我竟然坚持了半个小时。 这令我兴奋不已,事后,我靠着床头,拥着玲玲,舒服地吐出一口浊气,玲玲,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窝囊,保护不了你?摸着他头,我无奈问道,玲玲迅速跪坐起身,被子慢慢滑落,急切地解释,东哥,我没这么想,我们是被逼的。 你别着急,我们一边赚钱,一边等待时机,他大大的眼睛看着我,拉起我的手,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玲玲的语气坚定,可是他哪里知道,我一句都没听进去,此刻,我眼前看到的是,没有被子遮挡,凹凸有致的。 我身上有些地方,又开始不受控制,我伸手迫不及待地把他拽倒,扯过被子完全蒙住,被子里起伏不断,直到天色渐亮,之后我们安心工作,虽然是新手,但两个月也赚了八九万。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,转机很快就来了,这天直播间来了一个男人,引起了我的注意,他总是问东问西,基本上百分之一百的男人看到性感的灵灵,在话术的引导下都会聊颜色的。 他却好像不断在套话,即使加了联系方式,也不会主动聊色。 我就留了个心眼,心里记住这个人,不敢随意说什么,怕被监听,其实我心里是焦急的,因为我们之前撒谎了,灵灵并没有怀孕,我们已经来这三个月了,再不想办法逃出去,很快就会露线,最多一个月,上一个企图逃跑的人,是个叫李林的记者,现在还被关在地下室,已经被折磨疯了,一旦被发现, 我们的下场可想而知,这天,他又来消息了,你好美女,你具体地址在哪里啊? 我打算买多点,给员工发发福利,钱太多又不放心先打给你,你看我上门取,咱们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行不?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,哥哥,老板没在,我做不了主的呀,妈妈大,过了半天,他都没有说话,叮,来消息了,美女发个定位呢,给我,我看看远不远,如果太远,我就直接全款交钱,你发快递。 他进一步地引导,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,但,手机处于被监听的状态,什么消息都能被后台看到,我迅速地扇了对话框,祈求别被发现,留着他等待时机,他是我唯一的希望,来了这么久,我也终于摸清他们的路线,开始计划着逃生,转眼。 月底的最后一天,每个月开工资的日子,强子和主管都会一起去银行取钱,这里地点比较偏僻,而且需要分开从几个银行取,所以,每次一来一回,都需要至少三四个小时,我的计划开始了。 当他们出门那一刻,我瞬间常常呼出一口气,心脏蹦蹦蹦像打鼓一样,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,我从座位上迅速起身,拿起手机大步地走进卫生间,也是唯一没有监控的地方,我紧张颤抖地锁上门,急速从通讯里找到那个人,直接拨打视频通话。 铃声响了四十秒,才被接通,对方画面一片漆黑,我战战兢兢,不断深呼吸,急切地开口,快说,你是不是警察? 对方没有接话,健壮,我力声低吼,快点回答我,我是受害者。 再犹豫下去,你们就没有时间了,对方依旧没有开口,我叫李东,是某线人,还有庄玲玲,你们查一下户籍和照片就知道了。 求你了,快去查,真的没时间了,我不断地哀求着。 接下来就是煎熬漫长的等待,半个小时了,还没有消息,我脚下不断地踱步,正焦急的时候,我突然脑袋灵光一闪。 对了,你认不认识李林? 对,对,是那个记者,李林让我联系你的。 我紧张哆嗦着,紧盯着屏幕,脑海里不断思索,还有什么理由能取得警察的信任,我正以为没有希望,打算放弃的时候,手机一亮,画面逐渐明朗,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男子进入我的视线,在他身后是警局办公室,我知道我赌对了,心里大石头落下。 我摊坐在马桶上,脱力地说道,快,他们出去了,最多最多三个小时。 快点来,没有时间了。 随后,我发送了定位,接着,那个警察问了记者的情况,又问了一些相关事情,终于完事了,接下来,只有等待被救援,我面如常态地回到座位上坐稳,我细心地嘱咐灵灵, 如果事情失败,就让他完全否认,都推给我,然后,我们忐忑地进入了煎熬的等待,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,半小时,一小时,两个半小时了,我的心慌乱不止。 沉入谷底,不好的预感逐渐袭来,咔嚓,要是拧门的声音响起,看到进来的两人,我就知道完了。 我惨了,原本已经进入办公室的墙子,突然返回,踹开小组门,凶狠地拿了根铁棍子直冲我过来,厕所待半个小时干什么了? 偷着跟谁视频半个小时,我操你妈的,你个傻逼。 一铁棍打在我的胳膊上,痛入骨髓,我瞬间没有了知觉,胳膊也搭了了下来,让你报警,老子敲死你。 铁棍不断地落下,专门打在要害处,我只来得及用另一只手护住头,零零地哭喊声就在耳边,我耳朵嗡嗡作响,什么也听不进去,满身是血,从嘴角,耳朵,眼睛里流出来。 铁棍不断地落在我身上各处,我觉得我就要死了,不知何时,也许是打累了,棍棒不再落到我身上,迷蒙中,我透过肿成一条缝隙的眼睛,看到他们迅速地打包材料准备撤离,玲玲哭着要上前抱住我,但是被两个壮汉恶狠狠地扇着耳光。 捂住嘴巴,拖拽着往楼下走,我心里愧疚,是我害了他,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我昏昏沉沉地睁不开眼睛,感觉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,脑海中一针一针地浮现一些儿时欢快的影像,我想我可能要死了。 接下来发生的是,像警匪片的剧情投射进现实,窗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。 在我以为是幻觉时候,我感到身边不断地有警察和医务人员冲进来,此时,我身上多处骨折被打得不成人样,鲜红的血蔓延一两米外,护士小心翼翼地处理。 把我放在担架上抬出去,我感受着晴朗的天空,新鲜的空气,眼角不自觉地流出眼泪,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,我终于重生了,之后我们所有参与案件的人员陆续地被叫去警局录彼录,接待的人就是我联系的那个警察,你见过被关在地下室的那个女人吧? 她表情压抑痛苦地看向我,她是一名卧底记者,我看不懂她的情绪,啊,对,差点被折磨疯了。 她是我的妻子,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,其实,我们能够逃出来。 那个记者的功劳最大,是她帮我制定了这个计划,她是一名暗访的报社记者,为了揭露黑窝点的秘密,卧底了八个月,无意中被强子发现了疑点,经受多种拷打,她都没有开口承认身份。 她成了组织的出气筒,被残忍虐待,谁不开心了,都能去打她两下出气,无奈之下,她选择了装疯,只有这样才能苟活下去。 当时,在那个地下室阴冷潮湿,疯子般的窝吃窝拉,臭气熏天,没有人愿意接近,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,当时,恰逢我刚到销售部,又是唯一一个男的,送饭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。 看她可怜,我顿顿饭都不忘她,后来我才知道,她也暗中不断地反复试探我,最终,她选择了相信我,整整一个月,我和她反复推敲,商定详细地逃跑方案,不断地完善细节,我们终于被救了出来。 可惜的是,她被救出来的太晚,身体早就亏空严重,伤害是不可逆的,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。 看着面前的警察,脸色越来越凝重,沉痛的表情,我一时间心里也说不出安慰的话,事件的最后,我因为主动报警立功。 没有被处罚,零零拘留等待宣判,强子和主管属于头目,刑期更重一些,其他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罚。 至于那个制假受假的村落,也被警方一举捣毁,涉案人员全部归案,随着案件调查结束,结果通过电视媒体公布于众,公安局打掉这个犯罪团伙,使用淀粉加伟格制售假药,诈骗。 购买者多为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,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二百五十二人,捣毁生产加工窝点十二处,其中包括药丸,胶囊等近百万磕,一年后,监狱门口,我带着女儿一起来接壮玲玲。 我们会结婚,好好过日子,照顾孩子,我虽然是个平凡普通的男人,但是该承担的责任也会肩负起。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,是希望大家记得,天理昭昭,疏而不漏,你所做的恶事都会反馈到你的身上,人心要向善。 罔顾道德伦理,违法犯罪都是不可取的。